有福啦,如果你本身對食有追求,覺得是普通的火鍋滿足不了你的話 可能你已經吃過今天要介紹的這間竹底火鍋了 他們本身在香港已經有好幾間分店了 今天終於開到澳門了,你看到後面幾複雜,一點都不複雜 他就是介紹給你聽,怎樣吃到一個有要求的竹底火鍋 然後,讓我告訴你怎樣吃吧 吃竹底火鍋可能對澳門的朋友來說,未必是一個很新潮的食物 不過,對竹底這麼講究的一間竹底火鍋店,在澳門是比較少有的 好像我今天要介紹給你看到,眼前的材料沒有猜錯 一會兒全部就讓下去,去做這個竹底火鍋了 這間的火鍋店,其實它的做法有一點像是順德竹底火鍋的形式 除了說是竹底火鍋之外,其實這裡主打的食材當然要介紹一下 就是有眼前這些,其實都挺不錯的,打火鍋吃到的這些 這些珍貴的食材,這個來頭不惹小的,好像眼前這個 貴妃旁,還要有,打火鍋有幾可,會有鮑魚吃的,對不對 但是呢,這裡它的海鮮,主要是推銷新鮮 還有,其實都抵食,它本身都是珍貴的,但是呢 你只需要一個價錢,它就可以提供到眼前的這些各樣,蟹,來自菲律賓的 不是本地,還要是來貨,你知道都不會那麼簡單吃到 而且味道都是經過肯定的 多捕魚,鮑魚,還在動,新鮮到,這些件還在吐出來 還有這個,剛剛不停在動,很吵的,差點開不到機拍攝 還在動,我先蓋住它,非常新鮮 真的在下面有水,因為我現在是二樓 那就是這裡的主打,第一輪先吃了海鮮 那就是可以清清的,其實呢 你見到那個鍋,可能有朋友問,粥在火鍋 那你的粥去了哪裡,其實看到的 它現在呢,我先撈一撈,就是沒有粥在這裡的 因為它就想你,首先用最清的一個湯 去吃了它這個這麼新鮮的食材,那個滋味 那吃完之後,慢慢再加其他的配菜,或者是肉類 去再煮,然後最後加回它那個飯下去 變成一個很鮮味的一個精華粥 那剛才呢,就是我們現在做這個海鮮的這一環 所以你見到其實陸鑽那個蟹之後呢 那些蟹膏落下去,現在有點像是水蟹粥的感覺 很香,聞到已經很厲害,它又在那裡噴 你知道多新鮮的食材 真的在下面,它有一個鑰匙的油水 就跟一般吃到的已經是,就這樣給你呢 是有點不同的 我剛才呢,說了這麼久,太多廢話了 雖然呢,放久了一點點 但入口依然是很鮮甜,很滑 還有呢,你不需要說吃到好其他的一些調味 或者怎樣,它們的粥呢,不需要加調味 因為你放進去煮的一些材料呢 就是它的調味來的 可能你煮個,剛才我吃的那個啦 放20到30秒左右呢 這樣就吃得了,絕對不會耐不會老 好,你怕不記得時間呢 就是調好一個小時,譬如20多秒這樣 接著去洗手間,回來,嘟嘟嘟嘟嘟嘟嘟 來一隻貴妃旁,你的海鮮剛剛好 吃下去滑溜,原汁原味 最特別的是,很少在一些火鍋店會看到這個 我給鏡頭看看 很少在火鍋店會提供沙薑,給你做一個調味 那所以呢,它一來到,一聞 已經知道是跟其他有分別,區別可以了 沙薑加少許醬油,再去吃海鮮呢 這個配搭,你絕對要試一試 等一等,下一節吃肉類,再跟你說一說 其實除了鮑魚之外,它這裡也提供大沙白給你煮來吃的 大沙白本身定價都不低 所以其實算上剛才這麼多種海鮮,都挺划算的 快點快,師傅又搭好一些肉滑 事不宜遲,馬上繼續滾滾它 剛才那一餐海鮮的前奏真是 其實真的有些回味無同的感覺 不想再去下一節肉類的關口 不過,它們的肉呢,來頭都是不野小的 因為,當然是除了海鮮很有心之外 其實它們的肉都是,大部分都是拿貨回來的 希望做回香港那邊的味道 譬如這個,肉丸和這個都是肉丸 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呢,就是黑毛豬的肉丸 而且是他們在這裡打的 我是第一次吃的 可能你會吃過的,但認得出的 這個我覺得挺有趣 雞骨丸 不過當然不是把骨頭打碎 是有它的軟骨 和雞肉 打成軟 我想這個呢,就這樣想 口感應該都是不得了 來到這個階段 其實可能你也看到 我這個鍋底 都多了很多配料 因為吃完海鮮之後呢 其實是要加一些的蔬菜 例如說,加一個粟米 和加它的芋頭 先煮 等時間慢慢過 然後粥也要煮著那個蔬果 等它的那個甜味開始散發出來 在煮的時候呢,你就可以 譬如說錄肉丸 或者好像我這樣 趁未不知已經錄了肥牛 美國的肥牛 當然有 還有,可能我講完 這個 是什麼來的呢 打火鍋 這些東西都很正常 肉丸都很正常 這個正常會有 是花膠 你看,打火鍋 竟然給你花膠去錄 那個精緻的程度 就是它們有少少 得益成本的感覺 比我覺得呢,真的有的 好吃的 那個粥底配合的味道 它會想到 刀給你 最後吃粥底的時候 我現在正在錄圓 或者一些肥牛 最後吃粥底的時候 還有兩個材料 加進去 才圓滿這個粥 吃到這一步 可能你覺得簡單 最後就是 把粥上來吃 當然不是啦 哪有這麼容易 現在只有水 沒有粥 粥水 現在的步驟是怎樣 吃完剛剛的海鮮 肉 各樣東西之後 我們有放過南瓜 糊頭 或者粟米 去煮這個粥 其實呢 你去到這個地步 就要把所有的配料 或者是一些蔬菜 都撈上來 剩下 可能有一些是南瓜 或者是糊頭的東西 其實就可以硬碎了它 讓它在粥裡面 就更加絲滑一點 綿一點 在裡面 變成一個其中一個部分 然後呢 再加上 它這個 鍋森寶 就是有這個 冬菜 有這個大頭菜 有這個芫荽 還有菜脯 還有這個 豬油炸 最重要是這一點 那就再加進去 再加進去 調味 因為它的粥 最重要是那個 核心是米 你不放哪裡可以吃 加上米的粥 全部都放進去 這樣呢 煮它一會兒 不用太久 這樣 最後的一個精華粥 就完美 泡製成功了 其實為什麼它的粥 會這麼香滑 或者這麼好吃 當然是 你之前呢 一直這樣滑下去 譬如海鮮的甜味 鮮甜味 肉類的它的味道 全部煮下去 它那個精華在粥底裡吸收了 哇 哇 其實呢 你看到它這麼黃 除了是它一開始有個蟹黃之外 它南瓜各樣的材料 加進去煮 也有幫它這個粥加分 而且 最後再加上米之後 令到它本身已經煮得很難 所以加進去 它那個綿滑香甜的感覺 不是就這樣 用一隻米煮爛放進去 它還要取材 東北米 日本米 拿了它們的兩個好處 香 和一個滑 那個口感 所以加進去 令到這個粥 我吃下去有一個 立刻浮現兩個字 我覺得很暖心 吃完之後很暖 那個身 還有那個窩心的感覺 你之前一直綠 一直有不同的味道 都加進去 很舒服 最後做一個完美的句號 甜品都不用了 我覺得